一年一度的金馬獎頒獎典禮 要在明天晚間在國父紀念館登場 今天晚上舉辦了入圍酒會 金馬主席李安返回臺灣出席活動 用行動力挺金馬盛事 而李安的任期做了四年 在明年初屆滿 也要把下屆的主席大衛 交給享譽國際的電影攝影大師 李萍斌 本屆金馬最佳男主角入圍者 鄭仁碩 邱澤 柯震東一戰 出來真的帥氣無巴擋 再過一天就要同臺撕紮 面對獎項 各自心情都很不一樣 這個已經夠滿足我自己的那個私欲了 我覺得這一切都值得 你有比較想要用月老來入圍嗎 沒有 我覺得都可以啦 有入圍就好了 今年金馬酒會真的是心光燦爛 王靖 賈靜雯這對母女組也出席 兩個人以瀑布入圍引候獎項 也被外界期待能否重現七月與安生的雙引候 讓自己名字跟其他這麼厲害的演員們 一起擺在一起 我覺得就非常非常開心 在金馬頒獎典禮之前 先頒發了觀眾票選 最佳影片獎 以及國際影評人貝比錫獎 非常特別 都是頒給欣銳導演 軟縫移的首部劇情長片《美國女孩》 我們真的很開心 就是又收到影評的肯定 又收到觀眾的肯定 美國女孩以壓倒性的票數 拿到獎項 金馬當天還有六項大獎要搶 而今年執委會主席李安 也特別回臺隔離 就是要挺金馬盛事 同時也宣布已經連任一屆 他要將主席大位傳給電影 攝影大師李平斌 讓被中國封殺的金馬持續大咖加持 在風雨州邁向第五十九屆 華視新聞 江玉文海北報導